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会主席一帖发表声明 这次马总统是很正见 但是希望区长和区议员 也可以在该座各领域来选议 台中关系合并 并没有反对 区长区议员的部分 能够一定举行自选 算是这边也没有同样的声音 就跟了 先是还有当时要求自己生理一个区域 甚至主席应该比较关注民 这里的人就会行政区域 四江镇以后要跟峰原一起选七长 那我们三城永远没办法产生七长 变成会边缘化 这个沉江距离会越拉越远 东四区来成立一个区 然后才有竞争力 以来如果台中关系合并升级了 不然是兄弟市民代表 关系以外也没人减败的名文 面对大环境 这二十民意没说败的困理 不过对这政党来说 登记在台湾的民意代表 在改制过林中 将来没办法来获得他们的声音 以此不可报道 四江镇已经接近百分之六 全国楼港准备在五月以后 发出大声的抗议 准备楼港团体串联 要在楼洞在那一天 走上街头 让政府要拿出五号的对策 请求四驾 劳工反失业 服役上街头 劳工没工作 开服满手 全国告诉会 全三种 他们航玩工会 全国几百的六甘团体大窜脸 五月一后要走上街头 表达对政府的不愿 今年金融海啸 我们面对了台湾 非常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 可是我们看不到政府 拿出任何对策 六甘团体批评 政府根本没办法解决格失业路 所以他们准备一分 改结书要交给马总统 如果在五月一号以前 没有提出更具体可行的方案 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失业的狂潮 我们会代表所有的劳工朋友 要解雇马英九政府 我们要求创造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 我们呼吁呢 我们的劳委会 立刻将所有的劳工 所有的劳工关系 一体适用纳入劳机法保障 六甘团体鼓励 这次落单在集结头的人 集结有六千的 约看一万人 也是一举举半年 垂青转三中之后 最近几年最大的落缸控仪 记者林林路贵俊林 台北报道 下期总统蔡英九在台北市长林来 特别会案 被判刑 今年的政策政府秘书疑问 去年六个分立刻 博行中近十九月 因为表现真好 提出了家设的申请 三个分法不保险准了 怕你提前家设来出账 他先认 在这个取消发票的听众 开始有收信 不过他也是强调 他自己并不贪污 在部队 头来来 因为柯林总统蔡英九在台北市长林来 特别会案 让人发现真实 不必输一本 拜议在地区 感谢提早 走出台北家路 地区自由 一想希望是 博行在家里照顾群人 我想 我必须要跟家里好好的弥补这一点 那因为 我必须跟我父亲说 对不起 我那很担心 去年六个分 在台北市长 特别会案中 不提慢救出离发票的一本 因为事用不实在受计 好看他 以这位做文書 加尊度这座 拍尤其多幸一年 一本坦想在 博行发票的听众 比较少许 严格共调 自己择柴没吃钱 这个从我这个案子以来 我都有一个原则 我没有贪污 我没有拿任何一毛钱 那我所做的这个工作 这个行为 纯粹只是业务上 替代性的和销行为 另外在家里 九九八卦 万九是不是 在关心委问 一部分是都没说 你说马总统 这边并没有 对你们有一些关心的态度吗 我想持续的 就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以前的同事 都都陆陆续续有关心进来 在特别会案中 一部分告答 是为让人订阅 面识 面识的公布官 他说 自己没有任何外言 好像希望可以 趕快找到头脑 中会问题的生活 但是 目前一部分 各个地方发票也没起诉 未来有更要面对 是否划理调查 记者 从卡布 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